没有库里会发生什么样的 没有库里 三球也会大行其道 也会有其他人投类似的一种操演距离 但是效果不见得那么好 能不能说彻底拉开新时代迅目 那就费劲 那只能说慢慢往前挪 你比如说早年年斯蒂夫纳斯 也曾经尝试让三分远射成为团队打法的标志 但因为太阳队功亏一篑 始终干不上去 斯蒂夫纳斯虽然说贵为两届MVP得主 但是一是本身防守确实不行 体格这块比较单薄 他的防守远远逊色于斯蒂夫纳斯 库里早些年间在2015年 那会虽然说也是比较单薄 但是斯蒂夫纳斯勇于防守 勇于冲到第一线 跟勒布朗·詹姆斯直接一对一脚量 甚至就数据角度来看 结合队友的适当的协防 反正效果不算太差 早些年间实动不够离 防守不至于是个雷队 纳斯是个雷队 小体格不太行 再者一点 纳斯他的指挥风格 所谓的这样一种战术的盘活能力 但是进攻端输出确实不高 整个这些生涯 没有任何一年 场军得分干到20家以上 属于是一个机会主义选手 什么叫机会主义选手 在篮球领域当中 机会主义 非绝对好的机会 我不投 就这个概念 不像说很多那些顶级的一线大明星 他们进攻端扮演 组织团队与强攻火力的 极致输出两方面的重担 这种全能手 他们往往很多回合 打不出来战术机会 他们也得硬着头皮墙上 凭借过硬的机构实力 一堆强辞对手 对不对 既打击了对方消长的气焰 也提振了几对的士气 这种活儿呢 只有像库里啊 詹姆斯啊 他们这种大明星才能干 史特弗纳斯干不了 他属于哪种呢 机会型 这个明星 他属于是 不是好机会我不投 这就是纯控位吗 纯控位 类似克里斯保罗吗 要不准说成就底呢 保罗成就更底 因为啥呢 保罗个儿太矮了 只有一米八左右 他这个怎么讲呢 看起来就是 呃太矬了 这怎么讲 你也不能说太矬 反正 克里斯保罗是啥呢 他还不像说 史特弗纳斯那么无死 保罗有一定的司机 甚至很多时候 尤其打到关键时刻 私欲膨胀 这么一个球员呢 史特弗纳斯很无死 但是无奈 自身的基础方格 上下太有限了 只能传球 正而这个 只能说借助掩护党 在斯塔德曼尔的空前顺下 带走了自己的防守人 投个空位 要么就是小打大 纯几回吗 纯粹的小打大 基本属于几回 这种球才能打 碰上什么阿里扎呀 碰上什么克劳德呀 你打一个试试 根本打不了 这就是纳斯的局限性了 早些人见的 他这个战术调配能力呢 也是相对而言 落后时代的 属于是 也不能说落后时代 他这个战术调配能力 他的 呃 知一知球队的赢球 是落魂理念的 不太行 纯掌控性的 这种不太行 你还得结合 自身的火力 才能够 相开时代的巨浪 这就是纳斯 如果没有斯顿库里存在 就类似纳斯 这种球员会大量存在 还有类似谁呢 类似阿里纳斯 这种球员 大量存在 这个球员都是一般版 类似达米尔利拉德 这种档次的 会这个 在联赛当中啊 有不少 但是他们能不能相开新时代的序幕 没有这种能力 小球时代啊 所以如果斯顿库里 他没有横空出世的话 小球时代一直向后推演 等待真正的真命之子 划时代横空出现 才有可能 拉开这个时代的变革 这就是库里如果不出现 小球时代呢 且得等呢 就是联赛当中也有很多人 大量的沿袭三分 但只要说达不到库里 这种影响比赛的 级别和能量 就是拉不开小球时代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